嗯 哈喽 好久不见 刚才本来想开 然后发现网络的信号不太好 我就直接给关掉了 然后重新开 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来看你们了 所以今天 决定来跟你们聊聊天 我现在 我现在其实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冷 但是穿着 衣服所以还好 没事 不要担心 嗯 我觉得我最近特别健康 嗯不管是身体还是心情上 对都特别的开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担心我的身体 对 嗯 最近有没有玩合成大西瓜 哇有 今天 俊辉给我发的链接 然后 一开始 就瞎玩 然后今天最好的成绩好像是 一千两百左右 然后平时的话就到五百六百就 就没掉了 哈哈哈 那个还能通关吗 我我身边玩的最好的才一千五百左右 嗯 还有合成徐明浩呀 这个我不知道 合成我的话那那怎么合呀 越从小时候一然后越合 越大吗 不对不对不对 越合 就是越合成的话我就变 哇想不想不出来 对合成照片 那是什么照片呀 就比如说 一开始的时候是出道之前 然后之后变成什么蓝头发 然后又变成卷头发啊 又这那那那的 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啊 对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 嗯 好吧 你们开心就好 你们愿意怎么玩怎么玩 我都会支持你们啊 开心就好 在工作吗 我刚工作完 但是至于做啥了 我也不能跟你说呀对吧 不敢不敢说 不发款不发款发什么款 剧透 我不是一个喜欢剧透的人 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尽量发啊 然后因为好久没跟你们聊天了 所以 对我会尽量的回答你们 我没有带美瞳 我不太就是我除了舞台上 我不怎么带美瞳 可能是我下面的这个桌 桌子是是白色的吧 所以就是显得我的眼睛是 但其实没有 你看 为什么 还是感觉像带了美瞳一样 没有呀没有带 过年能回家吗 你觉得我能回去吗 没事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我们身体健康 然后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 会好起来的 其实我现在没有回家也 差不多到快五年了吧 不是五年 快两年了吧 快接近两年了 然后 爸妈是好像上次 在上海和父母有过见面 然后之后就没有见到过 不过呢 经常会和父母 视频沟通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 在外 对上次跟你们学的打工人是吧 我们在 我们这些在外的打工人 首先要 照顾好自己 然后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 要多和家人联系 哎呀我们 觉得我们这些打工人都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不过 我是你后面坚强的后盾 我会以用尽我的方式去支持你们 我们是同一战线的 还有人送我玫瑰花 集五福了吗 那啥呀 集五福是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集五福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 这样的单词 支付宝 支付宝是啥 啊支付宝我知道 支付 支付宝我知道 支付宝集五福 我一会去问文俊辉吧 他应该知道 估计 我好傻 你说谁呢 当然有可能不知道呀 对不对 你说我一天呢 就工作就很忙了 对不对 然后又干这干那了 嗯 我可 有可能不知道呀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 那我不是人吗 你是个傻雕好吧 你们说傻是傻 啊 然后 我最近其实在 控制我的食物 但不是控量 就是 我最近的天啊 就是 第一顿我会随便吃 想吃啥吃啥 然后呢 吃完饭之后 我就会吃 各种维他命 就是 前一阵有去 就是检查 然后看我身体里缺少 什么样的维他命 然后就 买了很多补品 所以吃完饭的话 就会牵制维他命 然后吃完了之后 就是晚上的话 我每天我都会吃 蔬菜就是那种 沙拉 因为我觉得 就感觉 对身体特别的好 你知道吧 第二天 上厕所的时候就 特别干净 哎呀好像说的有点 有点走了 总 总之就是 感觉最近的生活状态 是不错的 所以 希望大家也可以健康饮食 最近 我最近 我最近有看几期那个奇葩说 我感觉真的挺有意思的 好看好看 最近 还电视剧的话 我最近倒没有追 因为最近其实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要做的事情比较多 对有点多 所以呢 好 所以就 没有怎么看手机 嗯 然后 你们继续问我问题啊 我最近的话 其实 除了 团队团队的一些行程之外 个人的话 画画的话 也是找老师在画 因为觉得自己 到了一定程度了 就是之前还觉得自己 没有学习画画 然后感觉 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我发现我越去了解 而且 艺术方面我发现我就特别的 肤浅 我以前的想法就特别的幼稚 虽然那个时候也是 也是我 但只不过现在 当我更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还是需要 真的需要沉淀 所以现在 就是不想去自己画画 我画画的时候希望 我身边有老师可以给我指点 然后 把我 怎么说呢 想表达东西更仔细的表达出来 就是关于画画 然后 运动的话也一直有运动 对 就是想让自己的线条更好看一点吧 然后更健康一些 因为毕竟现在 年纪也慢慢变大了吧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虽然现在年纪不大 虽然不大但是 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健康一些 嗯 冥想的话 冥想的话也是 没有像以前那样 没有像以前那样 每天都去做 因为最近挺忙的 怎么说呢 算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吧 我希望我自己每天都做 但是呢 嗯 有的时候就是 做不了的时候 我也是自己挺对不起我自己的 但我也会尽量努力 就是努力的让我自己去去做冥想 然后自己也会平时和我的彭俊哥哥一起去 就是做一些曲啊 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方向可以走 可以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突破 对 对 然后 反正就是各个方面吧 我觉得今年 想让自己 变得 嗯 想让自己变得再好一些 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我的视角可以变得更广阔一些 嗯 其实 其实怎么说呢 像你们之前 也说让我剪头发啊 这那那这的 我 我不是没有听 只不过觉得 哎呀我应该 我要做我自己怎么怎么样 但是偶尔反过来发现 其实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偶尔觉得你们 也应该听一听你们的话 对吧 所以 就剪掉了后面 所以就剪掉了 哎 虽然我知道我做什么你们都会 嗯 对虽然我做什么我都觉得你们 只要是爱我都会支持我 但是 嗯 哎呀但是就不说了 我就尽量用我的行动去 证明我对你们的爱吧 好不好 哈哈 哈哈哈哈 本命年有什么准备 什么 没有什么准备 感觉 就是 嗯 没事 啊 没有穿红内裤 嗯 嗯 也没有穿红袜子 不过我今天的袜子 是橘黄色 呀 我的袜子真的没有黑色 就是我我 自己的袜子全部都是各种颜色 所以发现我有一个收集袜子的一个 屁好 嗯 今天没有穿秋裤了 因为 就是 在外面的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 没事儿 嗯 有下雪吗 这边可能快要下雪了吧 因为看上 看地下都洒了很多盐 这个项链不是我做的 嗯 我现在嘴上 口红应该都掉了吧 应该没有 你们继续多问一些问题吧 冷不冷呀 还好 有什么想染的发色 嗯 其实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回归 我的头发有烫过卷嘛 所以烫完卷之后 我头发就是 发质变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最近正在保养 其实我也想尝试新的发色 但是就怕我这个头发都掉了 虽然头发很多 但是也不敢瞎折腾呀 对吧 所以我也想要去换一下新的发色 但就怕我头发扛不住 嗯 当然有想过 不会秃头的 我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 因为现在 现在因为 有一大部分 现在只是给他 就是重新弄直了而已 但他之前还是那个 就是转发的那个位置嘛 所以 还不是特别的好 我今天我也去保养 耳饰还会再带吗 其实耳饰的话 我刚出道之前的时候 我特别 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耳饰之类的东西 但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发现 就感觉太花里胡哨了 但不过最近舞台 舞台的时候 偶尔我也会去做一下改变 然后就是 嗯 在某一个感觉 这个可能适合比较长的 这个可能适合比较花的 这个可能适合比较花的 我会去做一些 转变吧 但平时的话 我就会带这种比较 干净了 想尝试的衣服风格 其实我觉得我去年 这一年的时间 嗯 算是找到了属于 我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吧 我个人觉得 可能展示的机会 没有特别的多 但我个人觉得 是找到了一种 属于我独特的一个气质的 那种风格 但今年的话 我会想去做一些 怎么说呢 更加贴近我现在年龄的事情吧 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像 像去年吧 去年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 管我几岁 我就想做我自己 喜欢的东西 然后做我自己喜欢的风格 然后粉丝或者是 你们呀或者公司呀 希望我可以可爱一些 青春活力一些 我觉得 我就现在我就这个状态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 但今年突然25岁了 哎呦这一想 我也 就感觉也不大也不小 我现在我再不去展示 我这个年年纪的东西的时候 那等我 等我再老老一点的话 我可能 想做都做不出来了 但是像我去年我做的那些东西啊 或者说 我的那些 我的想法 我觉得以后的话 也可以一直去深造 但是青春 虽然说青春 只要你有梦想 你有目标 永远都是青春 但是 在外貌上表现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是不是永恒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想 怎么说呢 贴近生活一些 对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改变吧 应该说 活在当下 对我觉得是活在当下 现在对啊 中国年年纪我现在 周岁是23 我还没有到24岁呢 可以 还年轻 当然年轻 你们也很年轻 永远年轻 永远年轻 只要心中有爱我们 就永远是年轻了 永远18的话就 哎 这就 不太对了啊 嗯 姐姐都28了 正是大好时光 想看看全身 我该怎么给你看全身 怎么给你看 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看能不能给你们看全身 全身 全身 耶 这个椅子很小学生 感觉像这种 不对我现在是练习室 是在练习室 今天穿了一双新鞋 自我感觉良好 哎呦 嗯 你们都 都 都这么在看我了 还让我给你们发自拍啊 我觉得我的微博 这都是我的照片 除了我的照片就是我的照片 你们还看不够吗 看不够啊 嗯 看不够的话 那 看不够的话那就 忍一下吧 那下次你看我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爱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有人生日 那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今天生日快乐 嗯 嗯 嗯 发舞蹈视频 嗯 嗯 考虑一下啊 好的 可以考虑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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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我吧 哈哈哈 吃冻梨了吗 哇哦 冻梨我真的 七年没吃过 之前在我家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生产南果梨嘛 然后冬天的时候就会 吃冻的那种南果梨 但是 已经七年没有吃到 冻梨是啥 就是把那个梨冻住之后 它会有一个 专属它的那个味道 就 就 它挺好吃的 嗯 小的时候吃了很多 南方人估计会挺困惑的 就是说白了你 把苹果冻一下 就变成冻苹果 你把梨冻一下就是冻梨 然后 把我冻一下就是冻死了 哎不 冷死了 对啊我冻柿子 哎冻就啥都能冻 但好不好吃就得看你怎么冻了 对吧 嗯 等一下我看见了一个 啊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 好吧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我觉得我身边如果再有个人的话 我会特别的幽默 我自己的话 我这不太会尬聊 就感觉你们不问我问题的话 那我就一个人自己在说 一直一个人在说 下次你们试一下 你们试一下自己就看着镜头 然后一个人就说20分钟30分钟 其实是 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帅 我觉得我没有觉得我特别的帅 但我也不觉得我特别的丑 我觉得这个气质 是我觉得帅的一个部分 嗯 那我再陪你们聊5分钟啊 今天就陪你们聊30分钟 我就跟你们说再见了 再聊5毛钱 6分钟 5分钟 什么6分钟 什么6分钟 你们现在在干嘛呀 你们最近在干什么呀 我还挺好奇的 放假 上班 学习 写作业 打工 大草除 准备过年 搞卫生 想你 写作业 烤饼干 哦 写论文 哦 玩手机 这个的话我当然知道呀 你正在看我嘛 当然在玩手机 晚上吃什么 我晚上准备吃 准备吃 鸡肉 还有沙拉 嗯 最近每天晚上都吃这个 昨天跟我爸视频 跟我爸我妈视频的时候 我还当着他们的面 边聊天边吃鸡肉和沙拉 我爸我妈还说 你这活的比我们都健康 我说你们要活的比我更健康呀 所以就让他们多吃点蔬菜 我最近吃的挺多的 不要担心 我平时几点睡 我最近的话睡的是真的有点晚 我最近的话都到凌晨三点多才会睡 不过最近精神特别充沛 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心情也调整的特别的好 所以就算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也感觉就 就很好 就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你长高了吗 我估计我这个年纪不能再长了吧 长不了了吧已经 好我尽量早睡 因为因为就是其实要要做的事情挺多的 最近就是要整理的事情也有很多 所以就经常到一二点的时候才结束 不过不要担心 不过不要担心 胖点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变瘦吧 嗯 嗯 应该没有变瘦 这几番要 要到时间了 嗯 要到时间了 嗯 不行啊 不能做啊 嗯 哎呀 我会尽量有时间 然后和你们聊聊天 嗯 好不好 我们下次见 希望你们今天也可以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拜拜 走啦拜拜 下次见